哈喽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 錄製那個 這樣一個狀況,一個畫面,這個畫面 重點在那邊,各位其實是一個規律的 規則型的波浪文,重點在於規律 規律,你怎麼要創造一個規律的 規律的波浪,就會是這樣子 這個高度 頂部跟底部,還有這個中間這個東西,這個規律的,那為什麼會想做這個東西呢 讓各位看一個 最後是一個 那個OK,封面 這個封面,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我主要是這個,這個就是一個規律型的 看起來像規律型,我們從這邊誘發出我想教這個東西 我們也常常看到類似這種規律的波浪文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樣態,那怎麼樣做出來呢,那就是我們今天要教了這個部分 那我就先把它拿開了 其實這個做完之後,你就可以自由變化,就像我這樣對不對 上架左右,自由變化,放大縮小,就可以創造出很多有趣的 規律的波浪文出來,那我們現在來做這個 波浪文,那很簡單啊 那我們透過這個東西也想來教一些觀念跟技巧 來,我們首先 按這個 貝之曲線以及直線 隨便,點一下,點一下,我故意 有時候因為教學的緣故,上上下下會有某些好像很奇怪 反正我們就亂點,對不對 假設這樣點完,OK 哇這個 黑色線條拆出,因為剛才有做的,我們先把它回歸到3好不好,這樣比較細 然後這個中間這個顏色,這個叫做填充,我們現在不需要填充,把填充這個左邊拿掉 這個線條就出來了 好,那我們按一下這個 這個 那個節點編輯器你就可以看到,點出來了對不對,這就是點 點這個功能,我們現在是要教你 怎麼來處理點 把這個看起來似乎是不規則的點,變成一種可能的 規律的作用,那怎麼處理呢,嘿嘿,來 看一下 我首先把它圈起來 有沒有看到,這幾個點我都圈起來,各位看到這個功能 這一個啊 有沒有 這個 align and distribute distribute就是這一個啊,這個在路徑這裡有一個什麼,不是物件 這邊有一個對齊 與分佈,對齊與分佈 你點這個東西,這我們常用啊,如果你常看我的video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兩個,有兩個 這就是節點 這個是水平對齊,這個是垂直對齊 這個是水平對齊,這個是垂直對齊,這是平均分佈 水平的平均分佈 上下的平均分佈,我們先讓它平均分佈好不好,現在平均分佈,按一下 有沒有 平均分佈了,這個點跟這個點,這個點跟這個點,這個距離是一致的,有沒有 平均分佈出來了,對不對 好來,再來按下面這個,這樣圓裡就一樣了啦,再來一個平均分佈 OK 好,就是這樣子,那你當然也可以把它全部選起來 看看你要有什麼效果啦 全部都來一個平均分佈 也可以啊,就看看你怎麼處理,對不對 有沒有平均分佈啦,那按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呢,這幾個對齊,怎麼個對齊法 啊,我們對齊水平對齊,怎麼個對齊法,對齊最小值嗎,或者對齊最大值嗎,我們先按對齊最大值,有沒有 好,就是對齊最大值,不管了,這就是對齊,就是這樣子 好,你如果你就可以往上拉,有沒有 你也可以往上拉,啊,上下拉,對不對 至少是對齊了嘛,對不對,是不是這樣子,OK,好 好,然後一樣,下面這個 好 再來啊 對齊水平,我們試著看看,有好多種,最後一個,第一個中間,取中間值 好,我們取中間值好不好 取中間值 水平對齊,OK,有了嘛 你也可以往下拉 有沒有 那我們只是讓你知道他這個功能就是這樣,你還可以把它再圈起來,再跟他什麼 再跟他那個水平分布一下,這樣就很,都很OK了,對不對 好,那再過來呢 我們現在這個 銳腳,對不對 銳腳 我們要這個 好多種各種不同的可能性,我們按這個,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什麼 最圓滑的 最圓滑的 我希望最圓滑的 有沒有,哇,這很好看 這圓滑線很好看 可是好像太太太那個,對不對,沒關係 圈起來往下拉 你可以按CTRL鍵就更不會動了 往下拉,按CTRL鍵就只能夠上下垂直的移動,對不對 好 按CTRL鍵 上下垂直,有沒有 這個規律線有沒有出來了,有啊,這個這個就可以拉看看 拉到一個你想要的 狀況,有沒有 一條一條水平的波浪線,有沒有,一種有規則的波浪線是不是出來了,對啊 對啊,有沒有 就是透過我們那個功能 節點的功能,節點的分布的功能 好 好,然後注意喔,我們是剛才畫的是這個杯子曲線,他是線,我們講過的啊 線就是邊框,所以呢邊框可以跟他放大,對不對 放大到10,有沒有,邊框線出來了 但我們要做的不是邊框 所以我們在路徑這個地方有沒有 邊框轉成路徑,邊框轉成路徑 對,他本來是邊框,現在他變成路徑了,什麼叫路徑,看一下,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因為是一般而言的路徑,所以按照我們教的啦 那種各種就來了,顏色就是填充有沒有,填充 當然你也可以再按邊框,然後我們現在就填充,就出來了 你說啊,不夠粗,對 好 這個,這個不行了,因為他已經變成 變成那個,那你也可以用我們傳統的教法,對不對 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按Ctrl鍵,你還可以拉大,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看你,就是他已經變成一般我們的 一個 物件可以讓你操作了 至少一個水平的,我們要的水平的,趕出來了嘛,那你Ctrl D 再複製一個,Ctrl D 換一個顏色,就出來了,你就可以拉,你就可以拉了,對 就可以拉拉他 拉他上下左右的拉,就可以形成你要的那種 波浪的曲線的表現,重點是他規則啦 我們說Inscape,或者說數位 繪圖 這個當然是一個,有沒有,有碩士班在看這個 還難得 也不用你有沒有擔心啊,我是大學老師,我還博導了 繼續,一樣在教這個啊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你也在看這個啊 有沒有發現啊 講一個比較深的,可能可以寫論文的題目 其實他還是有美感 但這種美感呢,他卻是一種電腦計算出來的規律 這種規律不妨礙你產生美感啊 我們以前讀很多美學理論,好像是 某種美感一定要Handmade的,要鎖化的,好像要人的 這個這種美感我們不否認,但其實我 美是一個 純粹的表現啊,純粹的用現象學的術語,就是它是直貌 我們面對神美物,它是一個現象學美的擠出 你不會覺得這個不美啊,但這個美,更多是來自於 數學,透過電腦而來的數學的理性計算 當然人也是有在裡面作用,但他也是一種美對不對啊 這種美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談的很多數位醫術啦 或者數位XX的,數位審美之間的一種可能呢,可以論述取境啊 這是我自己在讀書跟教學過程中的一些想法啦 如果是碩博士啊 不曉得你為什麼會看到這個,你剛好聽到 或者這是一個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一種數學 物理性的數學性的美 跟電腦之間的關係 甚至我們跟這個關係在一種審美的新的可能性 美學的一個探討方向 那基本上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也蠻有趣的嘛 就會是這樣子 當然我這個思考是現象學的取境 你也可以試看看 好,我們今天講到這邊,謝謝各位